居民自测新冠病毒抗原放开 A股相关板块先涨停潮 多家公司已获得资质 除了核酸检测 新冠自测政策也正式落地 3月11日晚间 国家卫健委发布消息 经研究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综合组决定在核酸检测基础上 增加抗原检测作为补充 并组织制定了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案 据国家卫健委官网消息 为进一步优化新冠病毒检测策略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研究决定 推进抗原筛查核酸诊断的监测模式 在核酸检测基础上 增加抗原检测作为补充 近日 机制综合组制定印发了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案 要求各地认真组织实施 方案规定了 抗原检测的适用人群 一是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 伴有呼吸道发热等症状且出现症状5天以内的人员 二是隔离观察人员 包括居家隔离观察密接和次密接 入境隔离观察封控区和管控区内的人员 三是有抗原自我检测需求的社区居民 同时明确了以上三类人群进行抗原检测需满足的主要条件 检测是既得获得渠道 制定了检测发现阳性后的处置管理流程 促进抗原检测与核酸检测相衔接 未便于各地规范开展检测方案还包括两个附件 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基本要求及流程 新冠病毒抗原自测基本要求及流程 需要说明的是 核酸检测依然是新冠病毒感染的确诊依据 抗原检测作为补充手段可以用于特定人群的筛查 有利于提高早发现能力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具有核酸检测能力的 应当首选核酸检测 不具备核酸检测能力的 可以进行抗原检测并做好医务人员的培训和患者的沟通指导 隔离观察人员和社区居民进行抗原检测 应当认真阅读说明书规范操作 一旦抗原检测良性 要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 需要时进行核酸检测予以确认 受此影响 3月11日午后 A股新冠检测板块集体直线拿生 节制收盘 冠服生物 千红制药 明德生物 久安医疗 赛利医疗等个股涨停 热镜生物 硕士生物 东方生物 华大基因 洛普医疗 新产业 麦克生物等个股涨超10% 需注意的事项 为确保采样检测质量 居民需认真阅读说明书 按照规定的要求和流程 规范地进行采样 加样 结果判读等操作 检测结果的处置 2 抗原检测阴性的 无症状的居民可密切观察 需要实在进行抗原检测或核酸检测 有症状的居民 建议尽快前往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就诊 进行核酸检测 如不便就诊 则应当居家自我隔离 避免外出活动 连续5天每天进行一次抗原自测 核酸检测是新冠病毒感染的确诊依据 在进行核酸检测确认的过程中 如核酸检测良性 不论抗原检测结果是阳性还是阴性 均按照新冠病毒感染者或新冠肺炎确诊患者采取相应措施 如核酸检测阴性 但抗原检测良性 则是同新冠病毒感染者采取集中隔离等措施 密切观察 连续进行核酸检测 事实上 目前国内已有不少体外诊断 生产企业的新冠抗原自检释计核 在海外注册获批 存在两个月内股价涨超10倍的久安医疗 就是因为拿到了美国市场的上市批准 并且陆续公告于美国相关部门签订了新冠抗原自检释计的大额订单 为时生物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其生产的新冠抗原检测试计核 主要在欧洲地区销售 最近香港 越南 法来等国家或地区的订单一直在持续放量 因为没有国内注册证 所以国内市场没有销售 未来随着政府政策的出台和推进 相信可以很快在国内打开市场 3月11日 贯服生物以20%的涨幅 位居相关概念板块之手 目前 该产品销售已经覆盖欧洲 亚洲 拉美 中东等区域超过100个国家 在2021年半年报中 贯服生物表示 2020年四季度以来 我国新冠世纪出口以转变为以抗原检测产品为主 国际市场环境面临较大转变 尤其在欧洲市场 以抗原检测为代表的家庭自测诊断 刷新了传统的诊断理念 提升了分级诊疗的效率 产品需求迅速上升 贯服生物的新冠抗原自测检测试剂 于6月初取得欧盟C1认证 近期 贯服生物也参与了支持香港抗疫的工作 据贯服生物高级副总裁康可人介绍 新冠抗原快速检测操作简便 对操作人员无特殊要求 不依赖于设备 可实现现场检测 15至20分钟出结果 3月11日晚间 东方生物公告表示 截止目前 公司新冠抗原检测试剂 尚未取得国内认证证书 后续取得证书公司将履行公告义务 尽管东方生物表示 尚未取得国内认证证书 但东方生物作为国内 最早开发新冠抗原快速检测技术的企业之一 是国内首家获得新冠抗原 快速诊断C1认证的企业 去年年底 东方生物与西门子医疗合作开发的新冠抗原自测产品 获得美国FDA-DUA 除此之外 麦克生物 华大基因 迪安诊断 海外新冠抗原检测试剂上市资质 3月10日晚间 麦克生物公告表示 公司的新冠病毒抗原自测产品 近日获得澳大利亚药品管理局的医疗用品注册 除此之外 华大基因也曾在2月初公告 全资子公司欧洲医学的新冠抗原自测产品 取得了欧盟CE证书 事实上 早在2021年2月 华大基因控股子公司 华大因缘研制的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 就已获得欧盟CE准入资质 美之集团曾在互动平台上表示 残股公司奥德生物新冠病毒 抗原检测试剂的日均产能约300万人份 目前产品主要销往德国市场 德国多家零售商 医院以大批量采购奥德生物试剂盒 目前已取得约1亿人份的新冠病毒 抗原检测试剂的订单 迪安诊断表示 目前公司新冠抗原检测产品的产能 是每日60万人份 通过扩建厂房及流程优化等方式 未来会提升至每日100万人份 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主要在德国 奥地利等欧洲国家销售 明德生物在互动平台表示 公司新冠抗原检测试剂 可用于居家自由检测 在已获注册的相关国家的商超 药店 互联网 商店等进行销售 截至目前 公司新冠抗原检测试剂 附续在欧洲和东南亚多数国家 获得白名单准入 公司抗原检测试剂主要销售地区 为欧洲的德国 法国 奥地利等国家 以及东南亚的越南 马来西亚等国家 天风证券认为 目前疫苗加检测加治疗药必还逐步形成 新冠疫情短期或不会消失 新冠抗原检测或成为 中国疫情防控重要补充手段 根据最新表态完善常态化防控 和突发疫情应急处置机制 突出口岸地区疫情防控这个重点 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 中国抗原检测或将成为 疫情防控的重要补充手段 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 国内抗原检测产品成熟 灵敏度可达90% 欧洲抗原检测已经实行了超过一年 对于疫情防控得到了验证 二 产品产能足够供应 2021年中国累计向海外出口 668.93亿元金额的新冠检测试剂和 企业扩产的周期较短 三 特定的应用场景需要抗原检测 快速反应 例如港口 机场 海运等场所为 高风险感染新冠病毒的场所 每日进行核酸成本较高 且检测速度较慢 抗原检测或提供较为便捷的管控 中泰证券表示 新冠抗原居家自检 适用于大范围普筛自查 是对核酸检测的有效补充 目前国内已有上百家 体外诊断生产企业的 新冠抗原自检设计核 在海外注册货批 欧洲 马来西亚等地区市场竞争 也日益激烈 国内新冠抗原自检产品 若放开注册审批 临床数据完整丰富 海外销量相对较大的头部品牌 或将取得优势 德邦证券点评称 国内新冠抗原检测方案正式发布 探好相关产业机会 抗原检测在欧美冷发达国家 以作为官方认可的检测方式 灵敏度和敏感度已得到验证 近期在香港疫情中 抗原检测对于新冠患者的快速筛查 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一步突出抗原检测的意义